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8月25号 星期五 中国好声音停播了 很多股民 不是股民 是网民 网民在那说 终于停播了 翘轴一盼 然后股价暴跌 网民当然就怨声带道了 股价暴跌 浙江卫视在微博上发布声明 暂停节目 在做调查 浙江的广电局也是出面的 也说反正要调查 这样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呢 就是说他这个选拔 在选拔当中的作弊 然后收钱 收钱就是说 媚人良心转定 说要转定费 就是说未曾堪言先转定 说要转定费 收了钱才转了 所以收了钱 你不想转也得转 这次正好 他可能是出了什么技术故障了 好像是潘美博 是不是还没按了 他们就转过来了 潘美博也愣了 说我还没按了 怎么没什么转过来了 说收钱了 反正没法说 也可能就是一个技术故障 但是不管怎么着 反正就是转过来了 然后 而且两个凑一起了 一个是李文 李文不是自杀死了吗 李文死了之后 闹了一堆事 什么他骂他姐姐 跟他老公怎么着呢 跟他老公的孩子 反正就闹了一关 然后本来又翻出来什么了 翻说他当初跟 他参加中文好语音 跟中文好语音 他们吵架 说这里边就说质疑 好像他的悬员 不给复赛是怎么着的 他就不干了 翻脸了 闹 拿这个出来说 然后还有 就是刀狼 刀狼不弄 纳英 然后其实把汪峰什么的 都给牵连进去了 知道吧 然后说中国和声音 好像新的这一季一波 然后下面都在喊刀狼 网民都在下面 就是打刀狼 刀狼 然后这季 是不是没有纳英了 反正我记得 好像这也没有纳英了 也没有纳英 也没有汪峰 他们 因为就觉得躲一躲 就觉得他们闹得太难堪了 但是没有用 这牵连到了别人 怎么也不行 这潘伟博来了 想挣点钱 现在看来也挣不着了 整个停播了 也倒霉撞在枪口上了 反正一个就是刀狼的这事 一个李文的这个事 两个就是凑一起了 网民在那儿 就是起哄哄家秧子 简直就天天闹了 这个中国和声音 也是没没法播 最后彻底就停播了 本来这个还是非常挣钱的一个 非常挣钱的一个项目 据说一个转定费收几十 不是靠这个挣钱 是靠其他东西挣钱 然后还有一些歌手也出来 说一个歌手叫海明威 说好声音 有好多的黑幕 曾经参加过 说里边最黑的就两个姐妹 这两个姐妹 她没有点名 说一个是制片人 一个是导师 问题在导师里边 好像就一个女的 对不对 他说两姐妹 就那英一个女的 然后一个是制片人 制片人里边 正好有纳英的 纳欣是纳英的姐姐 反正他俩姐妹 我不知道他俩谁是姐姐 谁是妹妹 他们两个 一个纳英 一个纳欣 他们姐妹俩 纳欣是纳英的经纪人 也是中国好声音节目的创始人 所以纳英不就参与了 第一届还有刘欢了 你知道吗 但是后来刘欢死活 死活也不参加了 据说刘欢对的 也是不满意 在里边过程当中 有一些不满 不满之后就搞了一届 刘欢再也不来 刘欢气跑了 所以这里边反正挺让人生气的 但他参加这个事 每一次都能吵起来 中国唱歌的选秀 就经常经常的 薛世仙不还有一次 也吵起来了 也是为了里边 反正中国这事 就都这样 然后韩明威说什么 他说我以一个 职业歌手的立场 告诉你们 真相比可怕一百倍 这里边乱套了 乱成一锅粥 然后下个月 9月17号 要搞一个叫春浪音乐节 本来邀请纳英去参加的 然后纳英提前一个月 8月中旬 纳英就以身体签家 推辞了这场演出 他们说纳英还未卜先知 现在就知道 下个月身体不好 身体有问题 王老说 纳英不敢去 怕全场观众都高喊刀狼 他们现在就起哄 说是谁 汪峰搞了演唱会 然后下边都在起哄 在那喊刀狼 刀狼 然后汪峰后来说 大家想听什么歌 点点首歌 然后在那都喊刀狼的歌 什么西海 第一场曲 反正弄得汪峰也特别的尴尬 我都不知道这帮人为什么买票进去 买票进去 就是为了喊刀狼 这怎么回事到底 是这票是发的吗 是不是 反正大体上就这么回事 然后股价暴跌 据说 说是周五 周四宣布中国好声音停播 然后他母公司的股价 周五 他在香港上市 在香港股市跌了14% 算了算 三天暴跌 差不多损失了34亿美元的市值 说本月一个月 八月份一个月的跌幅 就到了55% 当然这次是因为停播了之后 彻底打击了 前面为什么一直在跌 就是因为 就自打道道的那首歌 未曾开言先转定 这首歌出来了之后 他们好声音就一直在被抵制 一直在骂 然后居然到了哪儿都在喊刀狼 你知道吗 所以他母公司的股票 就一直在跌 一直在跌 一直在跌 他们说基本上创下了 自去年12月上市以来的最大跌幅 这么跌下去 不知道公司还能不能挺得住 他们都说这样下去搞不好 要出事 公司要出问题 但是看看怎么着 怎么说 你现在看他们赔钱挺可怜的 你说人家刀狼 刀狼当年出来之后 如果凭了十大歌手 如果有刀狼的话 然后纳英他们不这么挤 挤对刀狼 刀狼也能参加一些正式的一些演出 商演什么的话 刀狼这些年 这就十几年了 二十年可能都有了 对不对 2002年的第一场雪 是不是 是02年吧 我没记错吧 2002年 对不对 2002年的第一场雪 是不是 你想02年到现在多少年了 20年了 对不对 你说这二十年的刀狼多挣多少钱 但是由于纳英他们一块抵制刀狼 然后说是选十大歌手 宁愿选九个也不把刀狼搁进去 对不对 然后后面 然后纳英后来又徐明什么的 盛极一时 在娱乐圈 纳英曾经大姐大 在娱乐圈 盛极一时 黑白两道都平堂 你知道吗 然后弄的刀狼根本就没有演出机会 挣不着钱 没有办法 只能就躲起来了 对不对 躲了二十年 现在终于出来了之后 怎么说 你现在你赔钱 你应该 人家这二十年赔多少钱 你要不然这二十年 刀狼还不挣个十个亿 对不对 最少挣十亿人民币 人家少挣十亿人民币 你现在也亏了三人几亿 要不说那叫什么 是古建森 是纳英的老师 是叫古建森 我想不起来了 古建森不说 说纳英就没 有个好嗓子 但是有个什么猪脑子 知道吧 就是不长脑子 你知道吧 天天就 也不知道这纳英 到底当初跟刀狼 到底是为了 为了啥事 闹到这么 闹到现在这样 闹到这么僵 反正 不还好吧 纳英这个底子 还是比较厚的 老百姓 就七天的机翼 我想要过一过 可能也就没事了 是不是 中国好中心 我不知道后面还能不能播 要不能播的话 损失其实惨重 对公司来说损失惨重 因为录这么一期的话 投了不少钱 请了这么多明星 知道吧 花了不少钱 上次郑爽不还坑了一个 郑爽不也是 投了几个亿 是不是 光郑爽就拿了一亿多 拍了个电视剧 还没声音了 郑爽出事了 那电视剧再也没播了 彻底就 甭管投了多少钱 都打水漂了 等于彻底就没了 那东西 对不对 因为 你不播 你怎么挣钱呢 对不对 投多少就损失多少 百分之百的损失 还有一个也是 百分之百的损失 你知道 你现在记得什么吗 手机二 冯好刚和刘热云 拍了 不拍了一个手机吗 还拍了一个手机二 手机二其实拍完了 知道吗 拍完了 开始做宣传了 范冰冰主演 让我们开始做宣传了 然后把崔永远惹毛了 然后开始 崔永远弄不了 冯好刚和刘热云 就弄范冰 就范冰冰赔了八个亿 然后冯好刚和刘热云那边 也赔钱 因为电影也是花了几亿 去拍的 那电影最后完全播不了 播不了 不等于 那就是投多少钱 就折多少钱 就全都 完完全全折在里面 不过当然也不好说 等过几年 等习近平过世了 也许还能再播一播 等习近平过世了 他们播个什么手机二 播个正常的电视剧出来 庆祝一下 弄的感觉 好像说的 冯小刚和正常 天天在那 盼着习近平赶快 差不多了 说的意思 中国好正经也是 不知道后面还有没有机会 再过几年 我想可能要是老共倒了的话 他们是不是都有机会 还能再出来重建天日 你说 老伯问你 他们这些 咱不说 你说 你说吴亦凡 如果共产党倒了 吴亦凡还能不能在中国继续付出 他没机会了 他已经老了 老了 他是卖他小鲜肉 但是他一旦进监狱之后 他一颓废 然后他再出来 年龄一大 都不买他账了 他又不是演技派 他又不是实力派 那你要这么说 那你说 你看 当年这个谁 林志颖和郭福成 也都是小鲜肉出身 对不对 林志颖年龄大了之后 就不行了 基本上就不再 不再参加一些商业演出了 对不对 转而搞一些商业的东西了 对吧 但是你看郭福成 最后他转型还是比较成功的 郭福成最后算转型成功吧 对 他早年间也是那种 就是花美男 对不对 当然很多人都说 像郭福成和林志颖 这种年龄一大了就不行了 但是郭福成 现在年龄大了之后 郭福成是不是拿了两次 还是三次 台湾金马奖的资压内演员 虽然演的也是不打地吧 谈不上演技吧 对不对 但是 但是他一直在演 他没有去进监狱进修学 他一直在他的那个演艺界 一直摸爬滚打 一直在积累他的人脉 然后在锻炼 他的 他也没有演技 不知道在锻炼什么 锻炼身体吧 正在还是不错的 身材真的很好 他六块腹肌啊 工程真的是 身材非常好 我不知道真的假的 他们说这个吴亦凡到监狱里边 胖成个猪头了 他们都 那都他们瞎说 那都瞎说 我觉得不 伙食没有那么好 我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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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哪个男演员 就是多年不演戏 后来再出来之后 又能够再翻红的 有这样的吗 我不认识 不知道 那谁吧 那个 官什么 官契威 官契威分不分 多年 就是演这个 妈的多元宇宙这个 哦 是不是 他是不是 他也是年轻的时候 同兴了 是不是 后来几十年没有戏了 然后这一下翻红了 翻红之后 他现在最近接戏 接到手软 戏特别多 就那个 妈的多元宇宙里的 那个男主角吧 对 是不是 他是不是叫妈的多元宇宙 大陆没有妈的 这好像是港台的一个翻译 是港台的翻译 对 大陆叫什么 大陆叫多元宇宙 好像是 那就不好听 那还是妈的多元宇宙 好吧 对 看看吧 你觉得他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接着小 你看 你像那个谁 你像费祥 还有这个谁啊 这个万子良 对不对 也是后来就是好像有点离开了 但再回来之后呢 也最起码就是说还能够再接点什么 费祥那时候 我们天津有个海鲜城开业 他去剪彩呢 请他 他也都去了 万子良前两天 我看那个广州那边也是有一个什么洗浴中心 然后这个开张呢 去 挣点钱呢 混口饭吃吧 对不对 真的不太好了 你看我都不太买账了 年轻的人就更不买账了 回头等那个什么 但是也还 但是对于洗浴中心 KTV什么的开张 能请他们来的话 多少也 也还有 有点排面吧 对 有是有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就有一些不好看了 我觉得 挣钱吧 那怎么办呢 不都比生活吗 对不对 那怎么办 对吧 以前你知道吗 你看说在这儿跟你说一个 这个曾志伟跟谭友林吵过一次架 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不知道 他们有一个朋友也是开了个火锅店开张 然后呢 叫他们去剪彩 好朋友 然后呢 当时呢 这个谭友林和曾志伟都同意了 然后呢 就是都是好朋友嘛 火锅店开张 在香港 结果呢 到了前一天呢 这个谭友林给曾志伟打电话 跟曾志伟说呢 说我明天不能去了 你去吧 咱俩不一样 他说你看我是歌型 我是剧型 你是邪型 你去 曾志伟说 妈 骂人的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对不对 这个 火锅城剪彩觉得不好看 对不对 你是 你是歌神 巨星 谭校长 我们是邪星 我们给火锅店剪彩 你知道吗 但是反正最后好像曾志伟去了 他说你没去 你知道吗 反正就是 但是后来曾志伟好像据说也就算了 就觉得 算了 他就是这个大头正 死我感觉了好懒了你他就不想跟他一般计较了 你知道吗 也吃过这种事 对 有一些好像就觉得你一个火锅店开张我这么大的牌 是不是 他就是他 他有的人就端着 但是你看人费祥啊 你看万子梁就是怎么说呢 就 哎 就 生活 也是生活所迫啊 生活 生活所迫 被吴斗米这个折腰 但是 不 不 跑题了 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呢 是说也 还有好像还真的没有那种离开了几十年 回来之后还能够 那这个 关其威也不能算是进一线 只不过就是说重新又工作了 对不对 但是想要那个什么的话 从 就是说真正的一线巨星下去了 哦 我想起来了 有一个 有一个 你知道谁吗 有一个曾经有一个 约翰特拉波尔塔 他年轻的时候火了一阵 他是跳那个歌舞的 你知道吗 火了特别火 特别火了之后 当时呢 就是说专门安排 就给他 他有点像那个猫王 他年轻的时候 他小猫王就给他安排的 就那种还是这个歌舞剧 然后他就觉得他不要 他要演那种成熟剧 演那种呢 就是说演技派的 你知道吗 朝那方向发展 他就是太年轻 太嫩了 拍了几个都不成功 然后彻底就凉了 凉了之后呢 后来这个谁拍 这好像低俗喜剧 低俗喜剧 那个时候 然后呢 那个时候呢 那个奴廷塔人也不火 然后呢 就是反正找演员嘛 结果他还 还在有一点小名气 就来了 结果呢 演了一个角色 多年的这个沧桑之后啊 真的是多年的沧桑 鸡 鸡垫了很多东西 是不是 然后年纪也到了 到了这个年纪之后呢 他那个味道也出来了 是不是 然后从这低俗喜剧开始呢 就是重新翻红 重新翻红之后呢 演了很多东西 但是后来又不太好 主要是哥们儿还穷疯了 你知道吗 他年轻时有了钱 瞎花乱花 后来不火了之后 没钱 穷了 穷了之后 又火了之后呢 就这个 就穷疯了 记者采访他 每个记者 也不要什么 60万美元的采访费 那记者都在骂 一帮记者都在 都在骂他 然后哥们儿 神经病的厉害 参加奥斯卡 有一个女的 他就不知道怎么着 就这样摸人脸 是怎么着的 反正就是 他们说的 后来可能为了保持演技吧 然后你有点 好像嗑药嗑有点多 整个那人感觉 就不是特别的举止正常 反正就是 但是不管怎么着 他也算是一个 就是说 曾经非常火的一线男星 对不对 然后沉沦了十几二十年之后 重新又回来的 对不对 还是有的 所以我不知道吴亦凡在监狱 能不能看到这一期 如果看到这期的话 要加油 在监狱里边也要 保持饮食 保持饮食健康 然后锻炼身体 维持比较好的身材和形象 你知道吗 你看那薯条哥 你知道吗 就虚拟货币被抓 那薯条哥 薯条哥现在监狱里 你知道干什么吗 不 他只吃面包和水 他是一个素食主义者 他不吃肉 但是监狱里不提供素食 所以他现在就只吃面包和水 你知道吗 但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想保释 他的律师教堂的 现在不让保释 知道吗 不让保释出来 不让他这么干 然后律师就以此说 这样下去 他身体会出问题的 想要以这个理由 不要保释出来 你知道吗 所以我不知道 郭文贵现在在监狱 能不能看到这些节目 如果能看到的话 郭文贵现在也要宣称自己 是一个素食主义者 念阿弥陀佛 你知道吗 然后说监狱里 因为不提供素食 所以我要保释出来 我要过比较健康的生活 其实这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理由 就可以保释出来了 我不知道郭文贵的律师 有没有在想办法 我听说 说到这 插一嘴 不知真假 因为现在郭文贵这个消息 小时候消息特别多 还有小伙伴说 能不能说着郭文贵 最近出了事 我告诉你 据说郭文贵现在花了 1000万美元 找了一个超级牛逼的律师 来给他打官司 你看现在保释不出来 着急 花了1000万美元的律师费 找了一个律师 当然1000万美元是一次性打进去 然后律师在过程当中 就开始往外滑 所以我滑完了之后 可能还要补 不是说1000万就完事了 美国有一些律师 是相当相当扯淡的 有一些相当相当扯淡 所以 反正 说是最近不在查郭文贵 他说他没钱 他在破产 那个都查现他 每个月有83000美元的保安费 雇保安 每个月花83000美元 律师费花了1000万美元 然后这些钱都是骗来的 不管怎么着 反正 好吧 跑天跑了有点多 跑了有点多 祝福好诚音 祝福好诚音 回来检查 结束了之后 能够继续播 好不好 希望大家都在骂 然后 当然他们现在说什么 说后面有搞不好 要吃官司 然后为什么 他们说如果真的是证明 他们都是贪污 拿钱去买名额 买晋级的话 那么有可能涉及到一些法律问题 那咱们就不知道了 咱们看看 我不知道 反正最近在调查 虽然调查完了之后 但是现在反正调查 它是广电局 广电局在查的话 应该也不涉及到公安什么的 咱们不知道最后公安什么的 会不会进入 如果纳英和纳新两个人 一个作为制片人 一个作为导师 的确确通过收钱 让某些人上或者不上的话 是因为收了钱导致的话 那这个我觉得就真的应该 会不会在法庇上承担一些责任 那中国之前 这个比较著名的 这个歌星 也是这个谷建分老师的 这个学生 毛阿敏 曾经就坐过牢 是不是 同学漏税 然后他们就说 这个 这种东西 就是同门师姐妹 是不是 觉得纳英如果也要 那就圆满了 你知道 谷建分门下就圆满了 所以纳英如果也能进去 哪怕蹲个15天 或者半年 跟高晓宗一样 是不是 我不知道纳英 做何感想 是不是 因为毕竟 徐明已经倒了 薄熙来已经关了 对不对 纳英后边 是吧 当然反正网民们 都在敲手与判 纳英说 别念神 是不是 但是 you never know 是不是 不好说 好吧 那这些点到这里 谢谢大家